今天蘇貞昌 今天的蘇貞昌 看不見啦 老實說 以前是米蕾都的大律師 以前是屏東館長 台灣館長都做過 大家都說 這人叫小不錯 現在叫小變卡小 對不對 為了要選一句 顛倒是非 我們真的說 做律師顛倒是非 人看不見 你做一個全中華民國的行政議長 做到讓人看不見 因為所有都違背 你們過去民進黨的價值 跟你們過去的富裕 所以我告訴你 你做人 尤其從政的人 要實在實在 你不要像蘇貞昌 騙完神明騙人民 因為很明顯 你今天再怎麼變都沒有用 就像段儀康一站出來 所有人說 先吞氣棍球再講話 就是說你一個印象就下來了 蘇貞昌就是騙神明 所以我覺得他2024 他是受到拜登的啟發 就是說 我2024選 我比拜登還年輕 對不對 所以他可以來選 但我覺得台灣人民不會再繼續說騙 因為蘇貞昌他最近動作比較大 是因為他要選2024 其實大家都看得出他的動作 那最近萊豬會引起這麼大的抗爭 其實我們應該感謝民進黨 過去七八年來 把國人交得這麼清楚 萊克多巴胺對身體的不好影響 那民進黨這次的開放 跟過去是不一樣 他一直拿馬很久來做對照 那是不一樣 大家知道我們吃豬的量 大概是牛的量 大概是七八倍 在國內的一個消費習慣嘛 所以萊克多巴胺 進來是幾乎沒有人 所以你完全吃素 不然你是完全沒辦法逃離的 那蘇貞昌他其實非常了解 他故意有時候常用一些賴皮 或一些假的話 譬如說他他昨天講 馬很久在國際沒有規範的時候 就讓他進來 其實他知道那是假的 馬很久是國際規範 然後立法院在修正 依據這個規範在修正食品 安全防護法 就是食安法通過 通過以後衛福部再公告 公告是9月11號 我都記得那天911 然後9月13生效 所以那個過程是非常清楚 可是他們前黨包括林輝煩 包括他的發言人顏諾芳 一路上就一直收謊 他們憑什麼敢這樣 因為他們台灣的媒體 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民進黨在控制 他用這媒體一直跟你做大內先 做到很多人真的有時候 馬上就好可惡 自己做得比民進黨還過問 居然還在罵 其實不是這樣啊 你只要把那時間這個講出來的話 都知道民進黨在講假話 所以民進黨現在就是用媒體 來替大家洗腦 那過去呢 過去用課綱來替學生洗腦 那這個洗了以後有什麼效果 就大家以為他是真的 其實假的 謊話講一千遍 就相信了民進黨 那你如果有媒體不聽他的 就關台啊 像中天 就這麼回事啊 所以你就知道民進黨的手段 多麼惡劣 那出任黨非常清楚 2024年 他必須掌握熟的媒體 他才能夠選2024的總統 你看說真的 其實他怎麼出名的你知道嗎 他其實以前是 他以前當台北縣長的時候很剛硬 我們中天有一個節目 叫做2100 全民亂講 就寫李濤那個 那是王偉忠偉忠哥他弄的 這個節目 一個開始 第一集開始 郭子乾就開始幫蘇貞 用蘇貞昌 哇 手緊衝 衝衝衝衝 哇 很受歡迎你知道嗎 那他節目很受歡迎 小郭跟我講 欸 效果怎麼樣 讚很讚 有些手緊衝 因為他的聲音沙啞就很像嘛 然後他又比那個動作很滑稽 很討好 結果蘇貞昌本來是很剛的 很剛硬的那種人 他到地方每個人都 哎呀 手緊衝 插紅插紅插 哇 他就每天跟人家比這個 他就變成很柔軟化 他就變成民進黨四大天王 他其實是靠中天才有辦法 成為今天的地位 我敢講 那今天看到蘇貞昌這樣 我說 吃狗子 要拜樹頭啦 我說 對你共演最大的就是 中天 那時候王偉忠 開的這個節目 2100 前民亂講 我們那時候去 口頭藏就對了 亂講救台灣 亂講救台灣 啊 前場觀眾哈哈大笑 然後 那一個節目喔 就造就了一個蘇貞昌 我真的敢這樣講 所以 想看看啦 台灣人不可以 不可以說 我們 吃狗子不可以 沒有拜樹頭 不可以這樣啦